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你们收看 平日的福音分享 我是 伯利斯仁慈圣母传教会的 礼乐教修理 今天的福音是 长年期第十五周 星期五 玛窦福音第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八节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 由麦田中经过 他的门徒饿了 开始掐麦穗吃 华利赛人一见 便对他说 看你的门徒做安息日 不许做的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没有念过 达味以那些 同他在一起的人 饥饿时做了什么 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 吃了贡饼 这贡饼 也是不准他吃 也不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 而是只许 师祭吃的 或者你们在法律上没有念过 安息日 师祭在圣殿内 违缓了 安息日 也不算为罪过吗 假如你们了解 我喜欢人爱 胜过际限是什么 你们就不会判断无罪的人 因为人子 是安息日的主 今天的福音 谈到安息日的法律问题 创世纪记载天主到第七天完成造物的工程 就在第七天休息 犹太人将安息日定为敬拜天主的圣日 但是经师们逐渐的把他变成许多相违反人性的法律 而失去了安息日的精神 因此耶稣面对法利赛人的指责 他隐身达位在急需的时候 和同伴一起进入天主的殿 吃了只许失去吃的贡饼 表明在急需时 法律失效 因为法律是为人 不是人为了法律 不应本末导致 而忘了仁爱胜过际限的精神 和原则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我们被天主的爱感动 吸引 并不等于我们能够如同天主一样的爱 也许约纳先知的经历 会使我们意识到 唯有持续终生的悔改 我们才能够认识并顺服天主的心思欲念 当约纳被派遣 向尼尼为人宣告 审判和悔改的信息时 由于尼尼为人 是犹太人的仇敌 约纳不愿意 去传递这个信息 就乘船逃跑 结果在途中遭遇了大风浪 约纳被抛入海里 又被天主安排的大鱼 吞下肚子 最后天主命令大鱼 把他吐在海滩上 约纳终于明白 约纳逃避天主的意愿 只好无奈地向尼尼为人宣告死亡的审判 尼尼为人听了便信从天主 忏悔自己的罪恶 天主一看到他们离开了邪入 就怜悯他们 约纳却因此对天主发怒 我知道你是负以怜悯 慈悲不愿意降灾祸的天主 求你收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死了 比活着还好 上主反问约纳 你的愤怒合理吗 之后约纳在城东搭了一个帐篷 坐在棚底下 要看看尼尼为究竟要发生什么事 上主在这时 为约纳安排了一只 碧麻树遮蔽阳光 消除她的烦恼 约纳很喜爱 这棵为她遮蔽阳光的碧麻树 没想到她在第二天就被虫子咬死了 耶纳受不了言乐 就要求死去 天主对耶纳说 你没有为这株 必麻 劳过心力 还联系她 而你认为有许许多多分不清左右手的人 还有许许多多的深处 我就不该联系他们吗 天主不放弃任何人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他们 天主不会因为人犯罪 就收回他的爱 因为他不要人上网 他总是耐心的等待 引导 直到人回头改过 基督徒的成全是爱 如同天父一样的爱 连续生命 甚至交互生命 如同基督一样的爱到底 让我们彼此鼓励 感谢天主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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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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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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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